全民加一的力量 什么嘛 原来是梦 什么是演习 你好 演习目的呢 是强化民众聚安思维的意识 并加强政府对危机的应变能量 达到全民防卫的目标 哦 完整的防卫动员体系 可以因应国内外威胁 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是全民国防相当重要的一环 了解 近几年 各县市政府也特别着重在 各项大型灾害发生时的 应变处理能力哦 哇 原来演习这么重要啊 你说的没错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诶 不要慌 不要慌 快跟着我说的做 趴下 掩护 稳住 诶 好像停了 接着快拿起随手可得物品 保护头颈部 并保持缓冲的空间 现在呢 就可以撤退到紧急集合地点 切记 疏散时请保持不推 不语不跑的原则 好 耶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平安位置了 记得使用1991 报平安留言平台 让家人知道你的现况哦 哦 对了 你有带家庭防灾卡吗 有 我随时都带在身边 上面记录了紧急集合地点 紧急联络人 避难收容处所 还有最重要的1991 报平安留言平台电话 这样 我就不怕在灾难发生后 联系不到家人了 如果不知道避难所位置 可以到台北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哦 Yes Sir 不管是加强空气应变能力的 外安演习 灾害防救的民安演习 或是学校办理的防灾演练 都是落实全民国防的具体做法哦 嗯 全民国防是国家总体战力的表现 要落实全民国防 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只要全民同心 不分年龄 性别 职业 全民一起支持国防 热爱国家 就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安全有保障哦 WOW 原来参与全民国防 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没错 全民国防 全民参与 Lunc 放开 全民 del